大家晚上好 小弟叫吴志才 我的孩子吴孕胜 这样他在 两岁的时候 他的眼睛 一直是流浓流血 早上起来就两个眼睛会黏着的 每天都要洗 才能够开眼睛的 所以天天哭 常常就吸进肝卵 常常发烧 常常就长期吃抗生素 吃那些退烧药 如果吃的太多 他就整个人种种黄黄 吃了整年都不会好 这样在他 三岁的时候 那时候就刚好遇到 一位有个auntie 他说他的老公也是这样子的问题 去开刀割了之后 再长回的 所以割也没有用 后来他介绍我找一位 一位治疗师 我去找到他的时候 他说 这个是小问题 就给他喝sne 天地精华 然后他说这个营养来了 吃了他就会好了 这样我就给他吃了 这样他吃他的效果 他是 本来他 他每天他跟我讲要小便的时候 一定是已经出来了 已经赖尿了 这样吃了sne 第二天早上我在刷牙的时候 他跟我讲爸爸尿尿 这样我就继续刷牙 其实用洗脸刮胡子 我就没有理他 我以为一定尿了的 但是我刷好牙 刮好胡子看那天 从那天开始就没有尿尿了 就可以忍尿了 他没有再赖尿了 他整身水肿水肿的 就从那天洗 就慢慢慢慢消肿 他的眼睛啊 如果是以前他 他有浓有血啊 他一定是慢慢慢慢越来大 大到像葡萄这样 每次都是长到很大大 大到爆为止的 一爆了就满成血了 他有时在睡觉的时候 爆了就满床都是血的 那吃了sne之后啊 他那些掉做的啊 他没有爆他慢慢慢慢 第二天就开始变小了 这样大概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不见了他的 那这个是 两岁的时候他一直吃药 吃到三岁 但是他眼睛还没有好的 而且整个人种种的 黄黄种种 没有力的整天跌倒 整天发烧 长期吃药的 吃了sne之后呢 变好了而且 没有再发烧 也没有去什么看医生了 以前还没有服用之前 常常打课睡的 一天到晚爱睡觉的 要服用了之后他就很精神 所以读书的时候啊 他也很精神他的记忆很好 老师讲过什么 他很快就记得 他回来他就自己会做功课 他就下午也没有什么睡觉的 下午都很少睡觉 他只是做完了功课就在那边玩 所以他精神状况很好 所以一直都没有再吃药了 这样在考试 他也考得不错 他也拿到第一名 好 好 好